今天的仁英年会还分享爱的医疗故事 主题是国际间的难民议诊 在叙利亚内战爆发之后 临近国家土耳其跟约旦都有慈济人议会服务的足迹 因为他们都是牙科团队 那我就去帮他们看一些内科还有外科方面的 我们从台湾到约旦 总共有8200多公里 现在整个边境封守 只准出 突破层层关卡 慈激志工与仁义会前进约旦 把环境打扫一下 就是整理一下 等一下这边是准备看内科外科 在难民营克难的环境中还得亲自打扫环境 仁义会一时夜天昊四度来到约旦议诊 议诊当中看到不舍的时候 有时候心中就是很难过 所以就那股力量就会督促自己 要去实践它 仁义年会分享爱的足迹 无所求的付出也带动当地医师投入议诊行列 那些年纪医师前两天就会来把整个器材准备好 出任务的时候去议诊的当天 他们就是自己坐进车来 都不要我们来赞助 慈祭聘用难民医师土耳其疫症中心成为难民的庇护所 我们在这三年时间 我们总共帮助了28万人次的这个叙利亚难民 一半的人是没有生病的 什么叫没有生病呢 就是他们把这里当作自己的家 爱是跨越种族跨越国家跨越宗教的 我们要把所有的幸福美满给我们的病人跟家属 这个就是人医的精神 慈善结合医疗深入中东战区 为万里沙漠注入甘泉 在新闻黄瑞娟中江坡邓明仪花莲报导